黑色轿车停在马路中 顺向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停下来 接着灰车驾驶走向黑色轿车 拉开车门冲突一触即发 两车驾驶在驾驶座拉拉扯扯 一旁亲友见状 连忙从副驾驶座冲下车 上前想把两人拉开 双方一路从车子旁 扭打到路边 有民众带孩子经过 眼睁睁看着 两名男子在路上大打出手 双方亲友都想阻止冲突 最后报警请警方来处理 警察发现两名男子头部都有伤 帮忙叫救护车 双方都还在犹豫要不要就医 警方劝说如果日后要提告 先去验伤 打架冲突就发生在花莲 台十一线北回归线景点停车场 10月9号连驾驶下午5点多 黑车料性驾驶要去花莲市区 被另一辆灰车理性驾驶拦住 双方一次先前就有嫌隙 又碰头引爆冲突 到场后有打架行事 在场有两部机车 双方驾驶人均表示 去两人附屋乘伤 警方说双方自称有轻微脑震荡 目前都不提告 但在街上打架闹事 会依违违反社委法 跟妨碍秩序开罚 TVBS新闻高志宏 陈宏一许又翔花莲场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